我师傅事儿多 事儿多 对 事儿多 这事儿多怎么说呢 因为从最开始 有这个项目 从创作剧本 包括建筑 包括旋景 包括所有的演织人员的 吃喝拉撒睡 包括在哪个地方拍 演员的表演 包括最后我们的后期 事儿太多了 你这么说吓我一跳 这不好事吗 这是包袱啊师傅 对对对 拍过了拍过了拍过了 我不是拍被讨厌了 听着挺好 接着说 还有好多事儿没说呢 不是 师傅您信了 没有 说的是真事儿 导演事儿那么多 就出错也容易多 谁扣导演的钱呢 关键是谁来定 我出错这个事儿 就是我做事儿 谁都说他是错的和对的 只能我来定 所以在我这儿没有错 谁扣了 那这太不公平了 没有人能管得了您吗 就比如说你这事儿错了 你想我不能犯错误 我要真有错的话 这个戏就砸了 对吧 你想我在这儿要有决策性的失误的话 那这个戏不就砸了吗 对对对 所以一般的错不会犯的 小错小错有吗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好 这个我们也听明白了 刚才有个不讲究是吧 就拿今天的衣服来说吧 我穿衣服确实不好意思 我穿衣服确实很累 你看这个黑裤子 这个 这裤子还短了 还长个儿了 夏天的凉写 夏天的凉写 给个特写 夏天的凉写 不是买了 后来买的时候不是这么短 后来洗完一次以后短了 完了我也得穿啊 您买点身正品就不缩水了 对对对 然后这身衣服啊 现在穿出去啊好点 前十几年吧 导演我们一块去 拜访这个行业里相关的 有些专家老师啊 导演那时候名气没有现在大 好多人都不认识他 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 习惯于穿正装 像主持人一样 穿西服啊打领带啊 穿衫什么 去拜访 导演在前面走 我在后边走 我穿西服领带 然后那所有人奔我来 先跟我握手 我说这这这这 对 这是真事啊 后来之后呢 导演下来之后上车说 卡威啊 我求你行吗 你别天天地穿西服 衬衣领带行吗 好像我给你淋包似的 自从奶奶之后 我也往休闲里边走了 就是把你也给弄不讲究了 对 不是我买不起 是我舍不得 还是抠 那应该怎么说 就是抠 对对 前面叙述的这三位老师 绝对有公卫导演的嫌疑 我到哪儿都能拍着胸脯说 寒导有病 这个人我不认识 可以让他出去了啊 导演真的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 而且是季节性发作 就是沾到粉尘呢 花粉呢 它都会反应非常强烈的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拍这个 《婚喜迎闻》的时候吧 你就看导演那个鼻涕啊 眼泪啊 戴着那个口罩什么的 就在那个现场 哎呀看着真是心疼 你就拍着拍着 你就找导演 导演哪里去了 导演哪里去了 那个监视器在那儿放着 摆个条案导演那儿躺着 就难受到那样 但是一样要在现场坚持着 因为鼻炎有人会戴着头头 对 所以说导演有病是真的 而且呢这个你想想平时 你没把带病监视工作这事说出来 我有点恨你 我说了我刚才一直在说 带病监视工作 你刚才说的是导演在那儿躺着 躺着看监视器 等下导演说不能恭维 不能说好的 我觉得我说的比较中性 你们说的有嫌疑 你那个躺着看监视器 对我的形象有点破坏 你想想我大家都在那儿工作 我怎么能在那儿躺着呢 你能不能加个半字 半躺着 这样行的稍微好一点了 就驾着导演在那儿看监视器 哎呦 太惨了 导演事多 已经无情当中体现出来了 好了